那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诸位呢 就是来到今天晚上的网课当中 那我呢是GoMarkets的Alan 那对于关注我们GoMarkets 有一段时间的朋友们 也应该对我 然后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的 那我呢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 从后台走上前线 开始跟朋友们接触 那我呢实际上是加入这家公司很久了 我是在2014年我就加入到这家公司了 但是呢一直是坐在后台这边 那直到今年呢 决定就是想突破一下自己也好 或者想改变一下也好 所以呢就是跟公司 然后申请然后走到前边 然后来做一些事情 直到现在为止吧 我对自己的表现是基本满意的 那大家呢我感到最欣慰的一点 就是说通过跟不同的朋友接触 让我知道了 我自己之前的一个局限性 跟我自己的一个不足 那我呢也是希望可以通过我自己的知识 通过我这么多年 然后自己在做这个A股 澳股还有美股的经验 希望呢可以为大家提供有帮助的信息 跟有含金量的一些资讯吧 那好的那我现在呢是看到我们的市场部的同事 然后一直呢是在进行这个修复 那现在呢已经是8点16了 我呢准时开始今天的内容 好吧 那我直接往下走 那今天呢现在看到大家看到这一样PPT 那就是一个风险提示 所谓的风险提示呢就是讲说我今天晚上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观点 不论是外汇股指期货还是这个具体的股票 还是说对一个宏观环境的判断 或者对任何一个金融产品的理解 都是属于一般性的建议 那大家在进场进行操作 不管是买还是卖 对吧 大家都需要结合自己的一个情况 来做一个最后的定夺 好吧 那我继续往下 那大家看到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资金安全的问题 因为很多朋友都会多多少少担心嘛 我存进GoMarket的钱是不是安全的 那现在的话呢 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澳大利亚的这个金融监管呢 在全球在全世界算是比较严格的了 就是ISIC嘛 对吧 那所以呢 大家存进GoMarket的资金 是会放在我们的隔离信托的 一个资金账户里边的 那公司呢 是没有权利动用大家的资金 来进行日常公司的运行的 所以呢 在资金安全方面 这一点大家是不用担心的 另外呢 就是GoMarket作为一家 成立于1998年的公司 那到现在为止呢 也已经是一家超过20年的老店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一点方面 大家需要对我们多一点信任 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一位同事刚刚接待了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呢 也是表达了对这个资金安全的一点担心 所以呢 我这边就再次重申一下 好吧 那我继续往下 那今天呢 就是直接开始今天主题部分了 那实际上今天晚上的内容呢 主要是有四块 是有四个部分 那第一部分呢 我是会跟大家讲一下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对吧 然后包括呢 我自己对现在的这个会市 对吧 对一个现在的会市 跟一个宏观环境 股市的宏观环境 全球的这个宏观环境 做一个简短的解释 跟简短的沟通 那发表一点个人的观点 那这个呢 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是会讲一下美股 第三部分呢 会讲一下A股 最后呢 还是照常是用这个傲股 来作为一个收尾 那为什么讲说 为什么把这个会市啊 对吧 然后放在第一部分呢 因为GoMarket 作为一家 以这个外汇公司 最早就是跟朋友们 接触的一家公司 对吧 那认识我们的公司呢 认识我们公司的很多朋友呢 老朋友 也是呢 通过这个外汇市场 或者股指期货 或者大宗商品 认识我们的 所以呢 为了先照顾一下 我们这些老朋友们 对吧 那我呢 就是今天直接把 会市部分呢 放到最前边 那今天呢 今天实际上做的这个 网课的宣传链接方面呢 有一部分主题 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也就是说 昨天晚上的这个行情啊 昨天晚上应该是欧洲时段 那我呢 当时因为我现在陆陆续续 因为开了 拿了一把的这个黄金嘛 黄金的现货在手上 所以当时呢 我恰巧呢 就是坐到了电脑前面 我当时看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市场啊 波动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欧洲开盘啊 那当时我看到是黄金 黄金呢 是从这个1890 1885的价格 直接砸下了15块钱吧 当时就直接一个跳跌呢 我当时是亲眼目睹了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实际上当时呢 现在找到的一个说法吧 就是说因为英国伦敦那边呢 是已经将防疫级别提升到了第四级别嘛 而那个时间段呢 正好是伦敦市场 然后开市的时候 那所以说呢 应该伦敦市场上 如果我按照 我按照我听到的这个说法 我顺着往下说的话 那应该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升级 对吧 触发了金融市场上的一个跳跌 或者是一个跳涨 从而触发了全球股市会市 包括这个大宗商品这个市场 整个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PPP呢 是标普500 美国的标普500 昨天呢 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个分钟图的 也就是说 大家是可以看到一下跌下来 但是呢 又迅速的拉升 整个过程是大概持续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那我自己呢 是在第二天 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啊 今天的时候我去看各种数据 我去看各种价格的时候 我发现黄金呢 黄金实际上是属于波动最小的 它的上下呀 只有大概一个50块钱左右的一个位置 50块钱左右的一个位置 一个波动 那实际上波动最大的就是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了 因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作为一个几万点的股市 对吧 它是我看到的一个情况 欧洲开盘之后 它直接下坠 然后跌下去了1000点 然后之后呢 等我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它又拉起了800多点了 对吧 这样子一个上下快2000点 这样的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波动 我相信呢 如果说大家如果来做这个股指的操作的话 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 除非大家就是进去之后赚了钱就走 对吧 要不然呢 很难呢 比较难是拿到这个利润的 所以呢 这个标题就是对吧 我们讲说叫牛熊双杀呀 那实际上这个行情呢 我自己解读下来呢 可能啊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市场啊 可能啊是在一个临界点的一个 这么位置上 那当然了 如果突破了这个临界点之后啊 那是有可能向上的 有可能向下的 因为我自己是有黄金的嘛 所以呢 我是希望说我自己的判断是没有错的 我是希望说 这个临界点之后 对吧 当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大资金也好 或者怎么样 通过杂盘 然后拉跌去清扫多头之后 我还是希望黄金跟白银呢 可以继续往上 那关于股市方面呢 从今天截止到目前 为止 我看到的各个方面的数据 各个方面的信息 我没有看到股市会出现一个 非常大幅度下跌的一个迹象 所以呢 在这点呢 我我需要就是重申一下 我个人看到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对于大家对吧 对于大家有这个傲股在手上 有股票在手上的朋友们 大家呢 暂时不需要太大的一个担心 那从目前为止 我找到信息啊 那这个呢 是对当前的一个判断 那我对于接下来这个市场的一个判断呢 从我个人来看 真的我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觉得这个股市这边呢 有一个崩盘的迹象 所以大家呢 不需要太多的一个担心 但是呢 我刚刚也 我刚刚也有讲说 因为现在呢 在我个人看来啊 这个市场啊 可能有些产品啊 或者是 汇市也好 对吧 汇市也好 或者是 黄金 黄金 白银 对吧 这些贵金属也好 或者股指期货也好 现在有点是在一个临界点的位置 我希望我的判断是没有错的 那我的判断如果没有错的话 我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 是说黄金 白银往上走 然后股市呢 继续往上走 对吧 那这个呢 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判断 跟我的一个希望 那看完了这一点呢 之后我们继续往下 那实际上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啊 这个图实际上周一的时候 我就想分享了 我想分享了 但是呢 我想了一下 我可以等一天 我等一天呢 等到今天晚上的网课 我做的时候呢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那也是呢 这个迟疑 或者我做了一个二选一的一个选择之后 对吧 那实际上放到今天呢 稍微稍微可能啊 可能是有一点晚的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是因为这个图呢 大家是可以看到的 那一个呢 是白色的 一个是蓝色的 蓝色的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 那白色的这个呢 是 是在市场当中啊 市场当中 来做空美元的一个仓位 做空美元的一个仓位 那大家呢 是可以看到 往后看 对吧 从2020年开始 往后看 2017年 2018年的年尾 2016年 对吧 这是多少次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对吧 一直到2008年的时候 是一共发生了七次 在这个13年的时间里边 发生了七次 那所谓的七次 是什么含义呢 也就是说 当市场上做空美元的仓位 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啊 美元呢 是会实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的 那昨天我们也确实看到 美元是实现了一个反弹的 对吧 因为当每次啊 每次有一个大的一个一个危机 对吧 所谓的一个一个情况的时候 一个流动性的时候 美元呢 是会往上走的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第一个美元是现在金融市场也好 或者结算体系也好 美元呢 是一个主流货币 最主要的一个货币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美元呢 是有一个避险属性来的 美元的这个避险属性 在这个瑞士法郎 它是有的 日元是有的 但是像澳币跟家元 对吧 或者像英镑欧元 这些货币呢 是不具备这样子的一个避险属性 的 这不具备一个避险属性的 那所以呢 就是对吧 这张图如果昨天呢 如果昨天我我分享的话 大家有可能会去去搏一把吧 去搏一搏美元的一个反弹 因为实际上在12月初的时候 我做一个网课 我有强调 那因为美元在我个人看来啊 我个人可能会考虑当美元指数 跌到87到89的区间之后 我可能啊 才会考虑进场去做多美元一波 对吧 然后去抓这个美元一波反弹 那结果呢 结果我们看到是本着一个情况 美元大概 美元指数大概是跌到了89.5 89.6 对吧 昨天晚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时的美元指数最高的时候 是拉到了这个91啊 是拉到了91 但是现在呢 我仍然不确定 我首先不确定美元的熊市 是不是真的来了 这个是我不确定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一波美元的反弹 可以反弹到什么程度 这一个呢 我也是不确定了 那所以呢 当我在不是很确定的时候 我个人是不愿意进场 贸贸然的去做多美元 或者继续去做空美元的 好吧 那这个呢 是一个图 那还有一个 昨天呢 对还有一个说的一点是 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我临下班了 还有一个朋友 我这边的一个朋友 还过来讲说 Alan要不要去做多一波美元呢 因为我当时 我当时我是讲说 我是讲说 我可能要等一下 因为我在 我要等到87到89吧 所以呢 我跟这位朋友讲说 我说做多美元呢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所以呢 这一点可能啊 朋友就错过了 你到在对吧 几百点呢 可能做错过了 这么一波小的行情 那这个呢 可能是我疏忽的地方 因为啊 那我个人是一直觉得说 如果价格真的是没有到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况下 我个人呢 是不愿意入场 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的 那这一点呢 我是 接下来 对吧 可能啊 可能会造成一个机会的一个流失 但是呢 我是这么一个个性 所以呢 就造成了昨天晚上这么一个情况发生 好吧 这一点呢 我会在新年休假的时候 对吧 我会做一个检讨 好 那大家继续往下看 那因为 对这个一直关注这个会市的朋友们 大家是知道 美元指数当中啊 欧元所占的比重是最重的 欧元的所占的比重是最重的 所以讲说 如果美元指数下跌的话 那欧元对美元呢 就基本上是一个上涨的状态的 那大家看到的这张PPT呢 就是欧元对美元 跟我们中国信贷的规模的一个关系来的 那大家是可以看到啊 红色的这个呢 是中国的一个信贷规模啊 所谓的金融信贷的一个规模 那蓝色的这个呢 就是欧元对美元的一个走势 那所以呢 从2012年开始对吧 一直到2020年 对吧 一直到2020年 那这大概八年九年的时间呢 大家是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呈现一个 正相关关系的走势是一致的 那这种情况是说明了什么呢 这种情况是说明了 如果说中国的信贷规模是往上走的 对吧 是一个宽松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欧元对美元是会上涨的 从这个图上啊 这个图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啊 那而且这个红色的这个呢 那就是咱们的中国的这个信贷规模 那这个信贷规模呢 是领先的 是领先欧元对美元 大概是一个一年左右的时间的 那所以呢 大家从这个图上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中国的信贷规模呢 是在2020年的年底 是呈现一定的 一定的调整之后 往下走之后啊 那对吧 会继续往上走的 因为这个呢 算是一个先行指标了 所以说欧元对美元呢 如果单单从这个图上看的话 对吧 是有可能经过一点的调整 经过一点的调整之后 继续往上走啊 继续往上 所以呢 大家就是参考一下 好的 那继续往下呢 就是说完了这个欧元对美元呢 大家看到这个图 就是澳元 澳元的一个走势 那澳元的走势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啊 所谓的这个模型呢 实际上就是 Westpac来的 Westpac集团来做出来的一个模型 那实际上这个呢 我记得我之前 网课的时候 是有分享过一次的 那今天呢 就再次分享一下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铁矿石的价格 还一直在往上冲的 那这个模型的时间段 是从2005年开始的 对吧 一直到2020年 大概这样子一个时间段 是一个15年 16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段 那所以看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呢 澳元对美元 这样的一个价格走势 基本上是跟铁矿石的价格走势啊 相似性更一致 相似性是更一致的 那所以说呢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也可以看到吧 对吧 澳元呢 在各种主流货币里面 它的一个反弹趋势 是比较猛烈的 是对美元的 澳元对美元是非常猛烈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对吧 我个人解读啊 我个人解读是有两个 最具体的信息 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那第一个呢 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呢 我对我个人来说吧 暂时我找不到一个冲进去 去做空 澳币的理由的 那如果说要讲中澳关系 那这个呢 可以是一个做空 对吧 看空澳元的一个理由 因为没有人可以去看好一国的货币 他跟他的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 关系不佳 这样一个情况下 你去看好这样一个国家的货币 除此之外 对吧 除此之外呢 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冲进的路场 去做空澳元的一个理由 好吧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信息呢 就是比较关键了 涉及到一个宏观方面的一个分析 那这个信息呢 就是说随着澳元的一路走高 我们呢 同时也看到是大宗商品了 对吧 那这两者呢 就有点说 澳元走在前边 对吧 他呢 澳元越强 我们可以推论到 那这个大宗商品的个价格啊 会是走高的 那另外一侧呢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反推 大宗商品走高 可以成为澳元走强的一个 基本面上的一个支撑 对吧 那所以说呢 所以说的结论就是 我现在是认为啊 大宗商品 上一波 大宗商品的这个繁荣啊 大概是在2014年 2015年 呃 结束了之后啊 一直到2020年 是有抬头的迹象来的 那是不是讲说 大宗商品的这样一个周期 对吧 这样一个新的周期 新的一个大牛市来了呢 直到现在为止 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间呢 我可能更倾向于相信是可能的 因为我现在看到各种数据也好 各种信息也好啊 我呢是有点有点倾向于这样子认为的 对吧 因为我刚刚也有只讲嘛 我也有是看好黄金 对吧 这些贵金属 那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像这个铜铁 对吧 然后包括像这个新能源方面的 这些理念 对吧 这些东西呢 价格都是一路在走高的 那所以呢 如果说啊 如果说我们判断是对的 那对于我们澳五投资者来说 或者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澳大利亚 赚 澳币的这些朋友们 对吧 我们呢可能啊 我们可能是有这个优势的 是有利于咱们的 好吧 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图所表达出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那我继续往下 那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个会市的了 那一个呢 实际上就是两个结论吧 对吧 两个结论 那从这个图当中 就可以看到 美元呢 现在确实是市场当中 做空美元的这个仓位是非常重的 美元是有机会实现一个反弹的 那昨天晚上我们也确实看到 美元指数是从89 89.6 89.8这样的一个位置 一下反弹到了大概91左右嘛 对吧 那确实是迎来了一个反弹 那第二个呢 就是欧元对美元 如果说是这个图继续有效的话 或者这个模型继续应验的话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呢 欧元对美元 如果跟继续跟中国的这个总信贷 对吧 是成正比例关系的话 那欧元对美元有机会是继续走强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从现在来看 对吧 我个人暂时找不到一个 我路场去做空 欧元对美元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理由 对吧 除了美元的避险 澳元的补避险之外 或者中澳关系之外 好吧 那好 那继续往下走 今天呢 就大家看到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那第二部分内容就是特斯拉 就是美股部分的内容 因为我们知道啊 是从本周的周一开始 美国的时段 那是特斯拉第一次正式 被纳入到标普500成分股当中 的一个交易首日 所以呢 所以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看到啊 特斯拉在这个呃周五 他们美国时段呢 周五的时候呢 股价是实现了一个微型反转啊 那在这个最后时段 在这个压秒时段呢 就有大量的 比较大量的这个卖 买单 是吧 买单 然后冲进去买入特斯拉的股票 买入特斯拉的股票 那大家是可以看到这个分钟图 对吧 都是在这个卡在卡在这个呃 怎么说 关盘的时段 关盘的时段 然后冲进去路上 因为如果说当一个股票 加入到成分股当中啊 很多的机构投资者 像很多的养老金 像很多的这些对冲基金 像很多种理财机构 他们是必须按照这个 他们的风控规定也好 或者按照哪里的一些规定也好 他们是必须要配置一定比例的 比例的股票的 那这个是第一个 这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在这个市场当中啊 不管是股票还是货币 对吧 都是存在一个是讲说 叫买消息卖事实啊 那所谓的买消息是什么呢 那如果却 如果对吧 落实到特斯拉这个例子上 买消息这个例子 就是当时特斯拉 随着市值一直在增大嘛 对吧 那标普500决定 把它纳入到成分股当中 那这样子的一个消息 对吧 确实是对特斯拉的股价 有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支撑 因为我当时记得 大概是从400多 对吧 400左右一直反升到600多 那这个是一个一直提振 我们讲说就买消息 所以说呢 当然对一个公司来说 一个好的消息出来的时候 对吧 这个呢是会对股价形成一定提振的 但是所谓的卖事实是什么 卖事实就是说 我们讲说靴子落地 对吧 或者说特斯拉正式被纳入到里边了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可能很多前期路场的 就参与这种短线或者中线 他们呢 如果说是这个消息已经 确确确确实实落地了 特斯拉确实被纳入到当中了 那这种时候呢 那这种时候呢 然后就会造成了一个 一个就是大家都在卖 所以呢 呃就是造成了特斯拉的股价 对吧 然后有一定的下跌 所以呢 就是买消息 卖事实 这样的一个规则 他不可以讲说是一个铁律 但是呢是一个规则 大家呢可以就是参考一下 尤其是对于没有那么多交易经验的朋友们 好吧 好那我继续往下 那第二个呢 关于美股方面呢 跟大家就是分享 就是说这个蔚来汽车了 每次提到美股不得不提蔚来汽车啊 因为蔚来汽车呢 呃因为是上周上上周最近一段时间吧 因为中国监管机构对中资背景的企业 然后要求一些调查也好 或者是啊 蔚来汽车因为要增发股票 完成新一轮的融资也好 这样子的两条消息吧 让蔚来汽车的股价承受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从一个大概之前的高点是在5658吧 是一路走低 对吧 终于是在上周的时候啊 是跌破了 应该是两次 第一次呢是38块6 我记得比较清楚 因为我挂在38嘛 买没买到 第二次呢是跌到这个39块8还是39块6 我呢是买到了 蔚来汽车我现在是在车上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原因我之前是挂在38嘛 但是呢我这位 之前呢我上车的朋友 就讲说你挂在38买的可能是不大的 那所以呢我呢就是做了一个调整 把一半的仓位的价格啊 是调整到了40块钱 所以上周啊终于是沉着这个消息吧 沉着蔚来汽车股票增发的消息 然后让我买到了他啊 对吧 所以呢蔚来汽车呢 我这个我这个股票 我还是有机会向大家继续推荐的 因为我还是觉得他到这个60块钱 80块钱是有机会的 甚至是到100也冷蓝是有机会的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那实际上是有两个辅助啊 除了除了对蔚来汽车这家公司看好之外 那另外两个原因呢 是可以帮助我进行这样子一个判断的辅助的 那原因第一个 就是我们在澳股当中啊看到锂矿 对吧 或者说是像这些全世界的这些锂矿 A股当中的锂矿 澳股当中的锂矿 他们这些价格呢还是在走啊 还是在走的 这个呢是一个讯号来的 那另外一个讯号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 就是蔚来汽车我看到 他呀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他将会推出一款新的车型 他的这个价格呢将会是比较低的 因为是在之前的网课当中 我有跟大家分享 我讲说特斯拉啊 为什么说这么成功 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啊 他在中国 他一直在进行一个车型降价的 这样的一个策略呀 那这样子呢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 这个这款呢 或者这个品牌的汽车进行一个普及的 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 如果说你这款汽车的价格一直高高在上的话 你非常的高贵 非常的冷艳 对吧 那随了随了你利润率是可以保持的很好 那但是呢 但是在这个普及方面呢 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啊 因为而且在我个人看来呢 说实话前期啊 不管是你卖手机也好 还是卖这些汽车也好 包括你现在卖一些硬件产品 你前期啊 你可以通过硬件市场对吧 达到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但是之后 或者说当你达到市场占有率一定程度之后啊 我还是认为任何的一家公司而言呢 都是要去卖一定的这个软件 或者卖一些服务 这个呢将会成为公司的新的一个盈利增长点 那这个说的是 那再说回未来汽车 对吧 仍然是非常看好的 对另外一点呢 还是帮我辅助 认为新能源这一波没有走完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 就是在A股市场当中啊 我们可以看到江淮汽车的股价是非常猛的 仍然是在往上冲的 因为我们知道江淮汽车啊 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是帮未来汽车在进行一些代工嘛 就生产汽车方面的一些东西 对吧 所以呢这一点呢 让我让我坚定比较坚定未来汽车 对吧 它呢 仍然是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一个一个股票选择对象 好吧 那刚刚那一部分是美股的部分 那现在这一部分呢 就是A股的部分了 那大家看到现在的这张PPT呢 就是从2005年开始 对吧 2005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今年 大概也是一个15年16年这样的一个时间长度 那黑色的呢 黑色呢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回报率 对吧 然后蓝色的呢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的一个价格 就是房市的价格 房子的价格 那除去啊 除去在2014年2015年 这个股市跟房市出现了非常大的背离之外呢 其他的年份呢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那这个呢是从这个PPT当中 大家可以得出来最直观的一个信号 好吧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跟大家非常强调的一点 这一点呢 我认为是比较 从这个图当中传达出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吧 那大家是可以看到 在2020年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房地产房子的价格跟上证指数 跟我们的A股啊 它这样的一个回报率呢 大概这个两条线呢 是走到了一个聚集点的 走到了一个聚集点 那我们可能来可以认为 接下来房市的回报率跟股市的回报率是同涨同跌的 对吧 那当然了另外一边呢 我是认为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2020年开始 或者是说从2019年开始 房这个A股当中啊 房市这个价格啊 或者房市的这个回报率 有可能啊 有可能是会跑输A股的 是会跑输A股的 所以呢 我觉得说 从现在看到的各种政策吧 我还是认为可能A股这边呢 值得大家密切关注 因为看好A股的理由啊 我也不止分析过一次了 包括2020年对吧 2021年我仍然认为 中国的A股 仍然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仍然是有金矿可以继续挖掘的 好吧 那好的 那大家看到这一块呢 就还是A股的 还是关于A股的 那我们今年呢 我们今年复盘我们的A股市场 对吧 从 从第一波开始 从第一波行情开始 仍然是这个银行跟券商率先拉动嘛 率先拉动 银行跟券商先走 然后之后呢 你像这个军工板块 医疗板块 对吧 科技板块 金融板块 那这个呢 又陆陆续续 然后开始走 那一直到 应该是前一个月前 前两个月前吧 军工板块稍作调整之后 那最近的几周 对吧 军工板块又开始走 那另外一点呢 是应该是恒锐吧 恒锐因为作为A股 医疗板块的龙头嘛 他是在上周的时候 是连续 连续实现这个 涨停了 我是看到连续实现涨停 我个人方面呢 是没有这个恒锐 恒锐医药的 我呢 但是有买 有在这个支付网当中 买这些 基金 对吧 然后是比较省力的嘛 那在A股当中的话 我现在看到 上海机场应该是又跌到了 这个70到75的区间嘛 对吧 所以上海机场呢 对于关注A股的朋友们 大家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上海机场的 那另外呢 就是在应该是12月初的时候 我推荐的这个 这个什么 钢研高纳 对吧 他的这个涨势呢 也是不错的 直到现在为止 从这个图上看 今天我看到 他的一个调整幅度 大概是3%呢 但是呢 我现在看 他的这个上升趋势 仍然是没有变化的 那这个股票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大家推荐的股票 叫方邦股份 方邦股份 方呢 是正方形的 方 邦呢 是有邦 天 有邦对啊 就是有邦 有邦国家 对吧 这个邦 安邦的邦 对吧 这个股份 这个公司 大家呢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呢 是有在做这个关注的 另外一个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 这个了 对 这个风口 差点忘了 这个PPT 那大家看到 这个PPT 是什么内容呢 就是讲说 最热的一个 就是卫星 互联网 集齐 应用产业链的介绍 因为大家知道啊 近期中国啊 非常炒的非常热的一个 对吧 就是我们的嫦娥吧 嫦娥登月成功 并且成功的将 呃 月球 月球应该是表面的一些土壤也好 或者岩石也好 一些样本 成功带回来了吧 对吧 那基本上这一个 我认为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成就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 那接下来呢 大家是可以听到 互 卫星互联网啊 这个概念是比较新的 而且我就看了一下这几个相关的这个股票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那他呢 还没有完全开始动起来 但是呢 是值得大家密切关注的 因为今年年底了 对吧 所以说那明年2021年的A股 那什么有可能会成为明年A股的一个风口 大家不妨关注一下 那至于具体的股票 对吧 大家是可以在这里 大家是可以看到了卫星通信运营商 对吧 北斗导航运营商 大家呢 稍微做一点功课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 那另外呢 除了这一个之外 我仍然认为明年呢 军工板块 仍然是有金矿可以挖掘的 仍然也将会是一个比较热的板块 我仍然认为军工板块 仍然值得大家密切关注 那再一个呢 就是说为什么来讲说卫星互联网啊 因为如果说啊 如果大家觉得好像这个概念稍微远了一点 对吧 那对于一直关注澳谷的朋友们 大家呢 是可以知道 应该是一个月前吧 一个月前连续 三个月的时间 也就是说四个月前 大概四个月前 对吧 有一家澳谷的公司 他叫BRN 对吧 这家公司啊 真的腰的也是不得了啊 然后应该是炒上去之后翻了多少倍 那当时是什么 引爆了他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呢 当时就是因为应该是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特斯拉的这个老板 特斯拉的老板对吧 马斯克 然后在这个公开场合啊 然后发表了一个 就是人的头脑 跟这个机器进行一个连击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 发布了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之后当时呢 市场啊 市场当中啊 是非常热 然后BRN呢 就适适的抛出了一个 这样一个概念 它的股价是走了多少倍啊 对吧 好的 所以呢 就是我推回来 在A股当中 卫星互联网 对吧 极其应用产业链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我继续往下 那往下呢 那基本上就是回到咱们这个奥股部分了 那大家看着这个图呢 就是铜价 就是铜啊 金属铜 就是那个金牌银牌跟铜牌 对吧 铜牌这样子一个铜价 那我们可以看到铜价呢 是已经回到了一个2012年2013年的一个高点啊 回到一个高点 那为什么讲说Doccer的铜 对吧 然后铜博士也好 或者铜医生也好 那因为之前我有介绍过这个铜价 因为铜价呢 是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先行指标来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铜价在今年的2月份 3月份触底之后 它的一个反弹呢 势头是非常猛的 当然这个非常猛 除了这个全球央行的大放水之外 我们看到中国应对疫情出色 然后中国的经济率先出现了一个复原 对吧 率先呢 是出现了一个复工复产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对铜价 起到了一定的提升 那所谓说到铜 对吧 联系到具体的股票是什么呢 就是OVL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也是我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它的名字 它呢 也是在澳股当中的一家 公司的股价 它的股价呢 仍然 它的股票仍然值得大家关注 好吧 好 那继续往下 那这个判断呢 就是刚刚说澳币的一个判断了 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个呢 我之前呢 也有跟大家聊过 它呢 就是彭博 对吧 彭博大宗商品 一个指数价格吧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指数价格呢 也是触底了 实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而且这个反弹的幅度呢 是已经走到了2014年 2014年对吧 2013年 这样一个高位 我刚刚 我刚刚还有讲说 在我个人看来呀 2014年跟2015年 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 是上一个大宗商品 繁荣结束的一个时间点呢 那今天呢 对吧 直到2020年的今天 大宗商品这个指数啊 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我这张PPT的一个标题 对吧 是不是讲说大宗商品的牛市 真的是又重新到来了呢 那如果真的是啊 如果是重新到来的话 那我们澳股当中的宝藏 可以挖掘的 真的是比较多的了 挖掘的宝藏是比较多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因为是 如果是大宗商品的到来 对吧 那对咱们的这个澳元 是一个比较坚硬的支撑的 所以呢 澳元的基本面 理论上来说 是会得到一定的提升的 是会得到一定的提升的 所以说呢 对我而言呢 我现在暂时找不到一个 冲路路场 去做空澳元队伍员 这样子一个理由 好吧 好 那我继续往下 那讲了那么多宏观 对吧 讲了这个铜也好 或者讲了个大宗商品也好 那落地一下 或者具体到具体的股票 那具体的股票呢 就是以这个矿业 矿业股 对吧 卖矿大表哥 BHP的股价 来做一个具体的说明 就是说 那从这张图啊 实际上这张图 我之前也有跟朋友们 分享过的 那这张图呢 就是BHP的一个股价走势 从这个图当中啊 是有三条信息 对吧 三条信息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明一下的 那第一条呢 就是说 大家看到的这条黑线 这条黑线 实际上我之前是演示过的 那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从2019年的6月 建顶了之后啊 建顶了之后 2019年的6月 对吧 2020年的年初 或者说2019年的年尾 然后再一直到2020年的 这个7月也好 或者8月也好 连续BHP的股价 对吧 连续三次上升 是一次比一次弱 所以呢 这条趋势线一直在的 但是对吧 但是在这个 应该是9月份 还是10月份的时候 BHP的股价是一举 冲破了这个趋势线 对吧 冲破了这个趋势线 那这个呢 是一个一个 比较强烈的一个信号 那第二个 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 就是说 BHP的一个股价 是又重新爬回了 从2016年 2015年开始的 这条上升趋势线当中啊 因为这条趋势线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 BHP呢 是一直在这个里边的 一直到今年这个 去年的年底 今年的年初 然后跌破之后 一直是在外边的 那第一次尝试呢 也是没有尝试成功的 但是在第二次尝试的时候 是尝试成功了 重新涨回了 这个趋势线 对吧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我们讲正推 或者是反推嘛 那如果BHP的股价 对吧 我们再做一个反推的话 从微观去反推宏观 对吧 那讲说大宗商品 是不是来了 那如果说我就假设 我就假设 在黑白两面 如果要做一个二选一的话 在我个人看来呀 大宗商品来了的可能性啊 现在在我个人看来 是可能性啊 是要大过 它没有来的 这样子一个可能性了 好吧 那如果那从宏观 往微观推 那这样这些矿业股啊 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那像BHP Rio Tinto UFMG已经走出一个历史新纲了 所以没什么可讲的 相反呢 相反像一些 比较前期啊 被低估的这些股票 我相反认为啊 他们这个回报率 是会超过这些 这些什么矿都有的股票的 对吧 包括像从BHP分出来的 像这个S32 包括这家公司呢 也是值得值得关注的 另外一点呢 另外一点值得关注的 这个股票就是PLS啊 前期啊 PLS是锂矿的嘛 是走的非常牛的 那因为他选择了 在这个0.36派股啊 这个价格非常低了 但是呢 他的一个股价 是没有出现一个 非常大幅度下跌的 所以说对于盯住 PLS股票公司的 这些这些朋友们而言 对吧 我还是认为PLS啊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可以选择适时的上车 可以选择适时的上车 好吧 PLS呢 因为在我个人看来 新能源方面 或者鲤矿方面 到目前为止啊 还没有走完的 还没有走完的 好吧 好的 那继续澳股的部分 那大家看到这个就是MSB了 因为MSB呢 首先是我这边的 有朋友是来问我 他们呢 也是有这个MSB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天麦克老友强调 麦克这边呢 好像是听到外边的 应该应该是谁啊 还是我不确定是谁 然后有推荐 一直强调推荐这个MSB嘛 但是MSB一直在跌嘛 对吧 今天我看到好像还是在跌 那实际上关于MSB呢 我个人想强调或者是补充的一点 就是说那MSB呢 今天从我这边的技术图表来看 它是跌到了一个周线图当中的 200日均线 200日均线 所以说啊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比较强力的支撑的 那如果说大家可以选择冲路 去博一个反弹的话 当然这个反弹呢 可以是5%或者10% 因为我本来 我本来我是不愿意去推荐这种 这种反弹的 或者我不了解 首先是MSB我不了解 再就是呢 MSB对吧 我不愿意去推荐这种反弹的 但是呢 但是我是知道 我们有很多朋友 就是走这种短线嘛 那再一个呢 就是我 我出来这么久之后 我这边有一位朋友 他呢 是这么多年 跟他沟通交的比较多一点 他是讲说 他的一个股票操作一个 一个方法吧 就是说可能啊 在下跌的时候呢 然后他就会买一点 再下跌呢 他会再买一点 实际上这个模式呢 就没有说是对错 只是说呢 就是合理不合理嘛 我跟这位朋友呢 也有进行过 不止一次这样子的一个 沟通交流 对吧 我呢 有表的 还出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看法来 对吧 那这个就不打紧 那说回到MSB呢 那说回到MSB呢 就是说 如果说这家公司 我没有很了解 对吧 我并没有去对他这个基本面 有多多么深刻的一个判断 但是呢 如果说大家要做一个短线 或者要拨一个反弹的话 对吧 那因为现在是身处在一个200日 周周线图当中200日均线的一个支撑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可以冲入做一个 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啊 不是这个观点明显是 不是针对所有人都合适的 大家可以买1000块或者3000块 资金量不要太大 拨一个百分之五 或者百分之四的反弹 大家走掉就完了 那另外一点就是MSB 如果再跌 对吧 如果说我的话 我个人可能会等到 他走到这个1块9左右 我可能啊 如果说我有精力 有时间 我呢可能会选择进行一个抄底 对吧 拨一个反弹 实际上关于这个抄跌之后的反弹 那在周一的广播当中 我有提到这个A2 因为在我个人看来 A2呢 是在这个10块钱左右的价格吧 是也是一个超跌嘛 是吧 大幅的跌落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10块钱左右 是他一个技术支撑来的 如果说大家要抄底 对吧 如果说大家已经 入场抄底的话 今天A2的这个反弹呢 应该大概是一个 10%的 10的一个反弹幅度 是已经达到了 好吧 那我继续往下走 那另外一个呢 刚刚说了 对吧 因为这个这个 呃 别人推荐这个LSP 我说了一个博反弹嘛 那接下来 我自己推荐一个博反弹的 因为AGL嘛 对吧 AGL呢 我自己说实话 因为它是一个能源板块的 所以呢 我有一直在盯着它 另外一个AGL呢 我是之前应该是 两个月前 三个月前吧 我不止一次的 站出来强调 我是反对 我是提醒朋友们 不要去抄底AGL的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那AGL呢 在上一次啊 上一次触碰 这一条下跌通道之后 是有实现一定程度的反弹的 但是呢 这个反弹并没有非常的强烈 现在呢 继续是下跌的一个状态 现在呢 今天我看它是大概 大概收在了一个 12块钱左右的价位 12块钱左右的价位 对吧 那实际上关于这个AGL吧 是有三点跟大家分享 那第一点呢 就是说 因为啊 因为我 我相信 到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看到各种数据 各种信息 我认为啊 是有可能从今年开始 对吧 全球的经济 或者全球的市场 会进入新的 一个新的一个周期 对吧 所以说能源板块 是我现在在密切关注的 一个板块 那这个是第一点的 这个是第一点 是我提到 AGL的第一点 对吧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 关于AGL这个公司 因为AGL是有天然气 配额出口嘛 但是呢 关于它的这样的 一个情况 因为本地的公民呢 是陆陆续续有抱怨说 本地的天然气 对吧 我们用的这个天然气 我们用的这些能源 价格太高了 你们这些把一些 我们作为这个能源大国 你们把我们本来 应该享受的一些福利 你们都选择了 进行了一个出口 所以现在这些议员 在国会里面也好 或者在这个州当中也好啊 现在可能是在商量 这个立法法案的一些出台 如果说这些法案出台的话 是不利于这些能源公司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利润方面的 一个增长的 好吧 那这个是一个顾虑 那第三点呢 就是讲说 为什么去抄底一届 走短线了 因为我 我变成了 我知道很多朋友 喜欢抄底嘛 所以呢 对吧 然后迎合大家也好 或者配合大家也好 那这一点呢 就是说 现在一阶的股价 12块钱左右价格 是走到了 这条下跌趋势线的下沿 走到了趋势线的下沿 对吧 所以呢 它是有机会 然后再走一个反弹的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上一次 走到了 走到了下沿 对吧 然后有一个反弹 然后再上 然后再上次 对吧 是在这个2018年 也是碰出了下沿之后 也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反弹 好吧 那所以说呢 如果大家要抄底 对吧 AJL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成为一个我个人推荐的一个理由 对吧 跟这个 跟这个对象 好的 那接下来啊 今天呢 也说到这里 大概呢 就是我今天晚上所有的内容了 因为 因为这个设置的问题吧 今天晚上前来我们网课 看时事网课的朋友们 并没有特别的多 那这一个呢 对吧 是一个乌龙事件 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呢 我有跟大家解释过 我有跟大家呢 就是表达过我的一个抱歉 然后再一个呢 就是向大家 呃 再次提醒了一下大家吧 实际上我们做的很多东西 都离不开我市场部的 这样子的一个同事的一个心情的努力跟付出 那这里呢 就是最后一点了 最后一点了 就是说 那这个呢 首先是我个人的工作的一个联系方式 对于刚刚关注我们 或者认识我们 或者还没有我联系方式的朋友们 对吧 大家可以添加一下 那再就是呢 最后一点呢 最后一点就是说 呃 这边 因为今天是最年度最后一个网课了吗 说实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啊 因为我这个人首先是缺乏其思妙想 再就是呢 一点生活情调不懂的人呢 所以说呢 也并没有特别特别的 一些安排 只是说呢 那想要有两点跟大家强调一下吧 那里所谓的强调的两点 就是第一点是可以的 跟第二点就是不可以的 所谓第一点可以的 就是我可以帮大家做到的事情 或者跟公司可以帮大家做到的事情 那不可以呢 我也说清楚 因为我总觉得说大家 对吧 在现代社会当中也好 或者在现代生活当中也好 直接就是说的比较明白 或者直接比较直接一点 就有利于大家 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大家呢 对吧 也尽量的把这些事情呢 咱们做到一个效率最好的 那我先说我们这边 或者说我个人这边 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是什么 那GoMarket呢 作为一个平台 我们呢 是有提供这个澳洲的股票 美国的股票 香港的股票 明年呢 也会上线 再就是呢 各个国家的这些主要股市当中的 这些股指期货 各种货币 对吧 黄金原油 我们都是有的 那另外一点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明年第一季度 我们将会推出没有杠杆的股票来的 没有杠杆的股票 好吧 那到时呢 大家就多一个选择了 那这个时候呢 肯定有朋友会来问 那你们跟CommonSec有什么区别 那我这边呢 也直接开门见山 或者是打开天窗 说亮话 我直接说的非常直接 就说 那CommonSec这边 他们有的股票 对吧 我们这边可能是没有的 像这种小一点的 我们是没有的 那另外一点呢 CommonSec 因为它体量是非常大的 他们这边呢 是没有服务的 对吧 他们有产品是没有服务的 那但是呢 我们公司这边是有服务 但是呢 有一些股票 我们是没有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直接跟您说清楚 那再一点呢 就是说 CommonSec 可以做到一个事情 就是您的银行 跟CommonSec的账户 可以直接连在一起 可以转账 顺时到账 我们这边呢 是顺时到账不了的 就是如果啊 那您呢 可以通过 及时入账的方式 可以存到我们这边 那这一点呢 我们这边可是做不到的 但是我们这边 可以做到的事情 是什么呢 如果说 您对一家公司的股票 不了解 或说您对一个公司的股票 有顾虑 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呢 可以对您进行一个解释 或者是提供一个 一般性的建议 或者个人的见解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非常做的 或者一直在做的一个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角 向您推荐 我们所认为比较好的机会的股票 那这一点呢 这一点呢 我认为啊 直到目前为止 我做的还是比较可以的 那我呢 也一直跟我这边的朋友讲说 对吧 然后需要大家去开设一个 CommonSec的账户 如果大家有GoMarket的账户 有CommonSec的账户 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推荐的很多股票 确实是在GoMarket这边做不了 好吧 那另外一点呢 就是跟大家想说的是 应该是在一个月前 我有跟我这边四位朋友 我是 我是着情考虑啊 我是觉得这四位朋友 可能会采取我的建议啊 我是推荐了一个比较小众的股票 是一位先生跟三位女士 那这位先生啊 我给他推荐了 他没有理我 我不确定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就没有理我 没有来后了 那另外的三位女士呢 有一位女士是跟我关系呢 是比较熟的 她呢 是直接过来进行讨论 讨论过之后就决定 不接受推荐 好的 也没有问题 那另外的两位女士呢 是选择了 选择了路场 那直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小众的股票呢 整体的收益 我认为是不错的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的路场点 跟这个回报率 大概30% 40% 应该都是有了 对吧 所以说接下来的机会 我还是认为是非常多的 而且我相信我的眼光 直到目前为止吧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所以呢 就说我这边呢 就直接跟您讲了 对吧 我这边可以做什么 这边可以做不到什么 那这个是我的优势 我呢就强调这一点 另外一点就说 我做不到的是什么 我做不到的是24小时的服务 我做不到是甚至是8小时的服务 我做不到我天天给您讲 我对于宏观的一个判断 或者对于一个产品的判断 因为是在上周的时候呢 我这边呢是对 因为各种圈奇百怪的原因吧 好多事情呢 也正好赶在了一起 我呢是跟一位比较熟悉的朋友 这产生了一点点的争执 那这位朋友呢 对我确实是有提携之恩 也一直在指点我 一直在提醒我 我呢 我一直讲说 大家对我有帮助的 我呢也是会大家 进行一个积极的回馈的 所以呢 我呢是跟这位朋友产生一点 比较激烈的一点一点 一点争执吧 或者交流讨论也好 我呢是做不到 每天您问我一遍 关于黄金股 对吧 您每天问我黄金股 我每天都跟您 一样的车股入化 再说一遍 实际上粘贴复制啊 我都嫌有一点麻烦的 因为我总觉得说啊 我这边的很多朋友呢 大家呢都是 我要求啊 大家要有一定的纪律性 大家呢要有一定的 这个甄别能力 而不是说我艾伦 发表了这个个人观点 对吧 然后您出去之后 出门一左转 听到了王二狗 对吧 听到了 听到了李大白 对吧 听到了这个王大壮 然后跟您说这样子 那样子那样子 您回过头啊 您又问我 您第一次问我 没问题的 我可以再给您解释一下 我的理由 对吧 但是呢您第二次 第三次 或者第四次 或者第五次 你还过来问 那这种时候呢 我可能啊 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 回复的没有那么及时 对吧 或者表达一点 我个人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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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不接受 大家的这种方式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吧 所以呢 我也跟大家明明白白的 说清楚了 还有呢 就是说 因为有的朋友 我是认为说 大家第一次来接触我 或者大家第一次来接触 GoMarkets也好 或者第一次来接触我 Alan来好 也好 那我个人是觉得说 如果说您第一次对我提问 如果说您不是我们的客户 不是我的客户 我呢 是要向您表达出 我个人的能力来的 表达出我个人的诚意来的 所以说您的第一次回答 跟第二次回答 我呢 是会给您一个 比较全面的回复 但是对吧 如果说呢 我是指纹其声 不见其人的话呢 我可能啊 第三次或者第四次呢 我可能啊 就会选择优先 照顾一下我这边的朋友们 因为我这边的朋友 说实话 做了大半年的时间 没有特别多 但是我只能说 也是不少的吧 那我认为啊 我最大的一个任务 或者我自己最大的一个本分 我是要确保 我这边的朋友们 都有被照顾到 我的第一任务 就是希望说啊 帮他们实现一个 比较好的盈利 这一点呢 是我的一个本分 而且我说实话 我并不去 去需要吧 去经营一个非常好的人设 好吧 这个呢 不是我考虑在内的 那这一点呢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或者是支持一下 好吧 那接下来15分钟 大家可以提问 我呢 在这边呢 将会做到一个回答 做到一个回答 那好的 那刚刚啊 就是这边有一个朋友 问这个方邦股份的代码是什么 好啊 那我这边呢 看一下方邦股份的代码是什么 我告诉您一下 因为实际上咱们A股啊 咱们A股当中 做的非常的人性化的 您不需要 您只需要打入名字 实际上您就已经可以看到代码了 那方邦股份的代码是 688-020 好吧 688-020 那您这边呢 就是说这位朋友啊 您也可以记一下 好吧 对的 对的 因为今天这位朋友讲说很刚嘛 确实是啊 因为做了大半年时间嘛 那我这边说实话 一直到现在为止 呃 我也有明确的表达 对吧 我是一个感恩的人 如果大家对我有帮助 我呢肯定是肝脑涂地 但是呢 还是希望大家有一定的信任 但是如果说 大家就觉得说 我白嫖 对吧 或者觉得说 我就把你当一个客服 或者信息 套取的这样子一个人 您可以套我一次 或者您可以套我两次 对吧 但是我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市场永远是在变的 如果您觉得说 您赚了10%是赚到了 那没问题吗 对吧 我这边那到目前为止 POS赚到几倍的朋友们 也是有的吧 好的 那刚刚啊 现在是FMG FMG呢 我呢是有看好啊 有也不说看好吧 现在我因为觉得大宗商品非常的猛嘛 中国这边有需求嘛 但是呢 我也有表达过对FMG的顾虑 直到现在为止 我仍然对FMG有顾虑 所以说你现在觉得说我要追涨吧 我是不会追涨的 那如果说那这位 好像是应该是朱女士还是朱先生吧 应该是我们的客户来的 那如果说您这边呢 已经有FMG的话 我跟人认为您可以继续拿一下 继续拿一下 那如果说您觉得说您对我 您跟我一样 有一样的顾虑也好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选择止盈一部分 这都是没问题的 因为FMG现在啊 现在从趋势上来看 没有找到一个卖出的理由的 因为它趋势是非常的猛 但是呢我上一次我有讲了 我这边一位 我非常看重的朋友 对吧 所谓的非常看重啊 我觉得我是认为 他有这个真知灼见的朋友 他呢是选择在这个2021 对吧 是有选择冲进去做空 当然了我个人呢 是没有选择做空的 我之前呢是有过这个邪念 对吧 现在呢是没有了 好吧 所以说您问我FMG 那这个呢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好的 那现在呢 这边有一位朋友 要问这个银行股 那从这个名字来看 我不确定您是客户 还是不是啊 但是无所谓了 因为年底了嘛 对吧 我最后一期的网课 我再次表达一下 我个人的一个顾虑 对吧 因为今天呢 因为今天安排不当嘛 表达一个歉意 那这个银行股的话 我现在您问我 我个人呢是有这个CBA在手上 有我有CBA银行的银行 这个在手上 那从现在来看的话 欧洲的银行股啊 我个人认为大家如果要追涨 大家可以采取一个清仓 清仓去追涨 而不是非常重的仓 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啊 说实话已经不低了 那但是呢 如果说大家有的话 我个人认为大家可以继续拿一下 因为我也是有银行股的嘛 所以呢大家呢 也是在一条船上 好吧 因为现在据我所知 除了政府在救这个房市之外 另外一点呢 我刚刚啊 我刚刚在这个网课当中 我有讲到 在我个人看来 有可能是新的一轮大宗商品的这个周期也好 对吧 或者新的一轮经济的周期也好 那如果我们的判断是对的的话 那作为信贷银行啊 银行作为信贷的机构 它的这个股价呢 是会走在前边的 而且确实也是走在了前边 对吧 确实也是走在前边 那如果是大宗商品 新一轮的大宗商品 牛市开始的话 对吧 我相信 不管是对于这个矿业股呀 还是银行股呀 是有的走的 是有的走的 好吧 好的 我看看呢 我看看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 哎 好的 好的 您说是客户就好了 这没问题了 好 刚刚有一个朋友问这个恒锐医药啊 没错的 我刚刚说的就是恒锐医药 它是中国医药板块的龙头啊 所以说啊 如果说大家在A股当中去买一些这个基金 对吧 我就说中国的基金吧 只要牵制到这个医药板块 我相信这些基金呢 都有多多少少配置这个恒锐医药的股票的 那您问我 您如果问我恒锐医药的这个股票 值不值得购买 我认为是值得购买的 主要是现在继续追高的话呢 可能啊就稍微有一点高了 稍微有一点高了 那现在的话呢 实际上啊 关于这个A股 我刚刚有讲说 再分享一点 就是说从五月份出来之后啊 大家身边的这些朋友们接触 跟不同朋友接触 真的成长非常快 那其中有一点呢 有一点我一直认为啊 像这个宁德时代啊 像这个宁德时代 我一直是认为哇 可以在这个 一百块钱以下买到宁德时代的朋友 我认为是距离我很远的 但是呢 我刚刚认识了一位朋友 他呢是在这个七十多八十七十到八十之间买到宁德时代啊 真的是让我真的就是怎么说 叹为观止了 有时候对吧 总觉得生活平淡如水 但是有时候你身边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高人朋友啊 还是让我非常的开眼啊 那这是一位啊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呢 其实跟我接触比较多 他呢是搜狐啊 中国的搜狐第一期的员工啊 真的这个也是非常的牛啊 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互联网时代嘛 他呢也是非常牛的 所以说呢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跟我交流接触比较多 他呢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 对吧 过去的二十年当中 从事 不管是矿业也好 还是房产也好 这个呢 真的都是风口上的行业呀 真的就是有时候 对吧 高人呢 还是希望跟大家继续交流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刚刚这位朋友问这个宁 不是宁格时代 是宁德 德啊 是德国的德啊 德国的德 是宁德时代 好吧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刚刚有一位朋友问这个黄金呢 黄金的话 现在我已经在车上了 已经在车上 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 我个人 对吧 黄金的仓位是比较重的 所以呢 最近的两周 我是找到了 今年年初二三月份的感觉 找到了二三月份的感觉 那关于黄金的话 关于黄金的话 昨天对吧 昨天我刚刚有讲了 我是有看到有一个跳跌 有一个砸盘了 对吧 但是实际上大家去看 黄金这一波啊 不管是从 2085 或者2080的价格 一路下探到这个1765 对吧 它的整个回调幅度 仅仅是20%啊 仅仅是20%来的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啊 实际上对吧 仓位可能有点扛不住 或者风控方面没有做的特别好 大家呢可能要想啊 这个仓位啊 可能是太重了 另外一点 这一点呢 我没有公开发言过 我呢 只是告诉了我这边的朋友们 从我个人来看啊 我好像有 我有发言过 不好意思 我有发言过 从我个人来看 我看到黄金的各种形态 各种指标 黄金这边是有起稳的迹象来的 所以说对吧 如果说大家要入场黄金 我个人认为啊 黄金的现货 仍然是值得大家操作的 仍然是值得大家操作的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这个呢 我也也是我表达一下 今天晚上的诚意 因为本来这个观点呢 我是打算有一点私心的 只是想告诉一下 我这边的朋友们挨着叮嘱 因为实际上是从这两桌 我一直在叮嘱他们 一直在叮嘱他们 因为 因为我看到了这些迹象之后 我到现在比较坚定嘛 对吧 比较坚定对于黄金的一个看法来的 那另外一点 对吧 再一次是诚意 年度 圣诞 大放送 那我在昨天的时候 我看到近两周吧 近两周我看到 黄金跟白银的对比当中 白银的这个走势啊 是会反弹呢 是会更大的 所以说 如果说大家要配置的话 如果大家认可我的个人观点 或者是认为贵金属的春天来了 或者牛市来了 大家可以多多少少配置一点白银 配置一点白银 白银但是不好的地方 那我就假设啊 白银如果上下幅度是100块钱的话 各100的话 黄金上下的幅度可能就上下60啊 那这个是两点的 对吧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配置白银的话 一定要清仓 因为现在在GoMarket这边呢 一手的白银是5000盎司啊 这个仓位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上 对吧 大家可以0.05 大家可以0.1 大家千万不要上了 就一手上了一手 这样子有点受不了的 再有就是呢 黄金 如果大家要盯这个关键价格的话 黄金接下来往下看 它的一个关键价格 对吧 1860 1850 这样子的一个支撑啊 是理论上来说是不要破的 是不要破的 好吧 哦白银 白银白银的代码呀 白银期货代码是叫 XAG 然后USD 好吧 那另外呢 就是NCM 刚刚这位朋友问这个NCM NCM呢 我是呢 是之前EP单 我是在28块钱买的 那现在的话呢 我是觉得他这个 因为我刚刚有讲了 黄金有奇稳的迹象 那黄金股这边呢 在我个人看来 是一个筑底的过程 所以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NCM的话 我个人认为 如果可以在25到26区间买到的话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价格的 实际上NCM再拉大一点 25块钱到28块钱 我个人认为啊 买了 能不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价格的 因为我自己的这个 我自己这个养老金 我有在买的 我有在买这个NCM的 我现在手上首先是有这个NCM 再就是呢 我这个这个 这个 两脑金有在买 好吧 那今天晚上啊 今天晚上就是今天网客的所有内容了 那我呢 再一次表达一下 对于今天晚上我们呢 就是出现了失误 这样子的一个抱歉 好吧 那另外一点就是再次感谢大家 这大半年以来对我个人的一个 关照跟一个理解 我肯定是有做的 不够周到 或者是有一些话 或者是有一些待人处事方面的一些行为 有让大家感觉到不舒服 或者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顺畅吧 我这边呢 就是表达一下我个人一个歉意 那另外一点呢 我是再次强调一下 我这个人呢 在这个为人处事方面呢 确实是我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吧 这一点呢 我之后呢 会注意一下 但是我刚刚也有讲了 我个人一个强项 就是可能了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 或者对市场的一些认识 希望我的一些知识跟理解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再有就是呢 最后真的是感谢 大家对于我们GoMarkets的一个持续的关注跟支持 那希望在明年 希望在之后的时间里 跟大家继续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或者朋友的关系 那希望呢 大家在这个市场当中 对吧 可以裁员滚滚 身体健康 那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好吧 我们明年见 谢谢 我是GoMarketsDylan 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